为了庆祝奥迪国小百年孝庆 校方特别在二号当天展开一场寻根之旅 原来奥迪国小在民国初年是位在双西区的双西国小分校 在早期住在奥迪的学生都得要走路 又或者是坐车到十公里远的双西国小旧都 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前人的辛苦 校方也特地安排以步行的方式走到双西国小 为庆祝奥迪国小百年孝庆 校方特别在二号当天展开一场寻根之旅 原来奥迪国小在民国初年是位在双西区双西国小的分校 在早期住在奥迪的学生都得步行或坐车到十公里远的双西国小就读 而为了让孩子体验前人的辛苦 校方也特别安排以步行的方式走到双西国小 在没有奥迪国小以前 我们的前人必须从这里奥迪走到双西 要将近十公里两个半小时的路程 让小朋友知道我们奥迪国小 因为有奥迪国小 所以他们今天免去了这样的辛苦 但是我们让他们体验这样一个辛苦过程 感谢前人创建了奥迪国小 一开始大家都还觉得挺有趣的 活力十足向前冲 不过这段旅程可是有十公里之远 走到一半开始有人喊累 直呼走不下去了 虽然天后不佳 一度与世有渐渐变大的趋势 但在师长的鼓励之下 小朋友还是坚持下去往双西迈进 从早上八点半敲门口出发 经过了三个半小时 终于抵达双西国小 因为以前我们的食属 都要走十几公里来到双西此地 我们要体验一下他以前的那种 我们走路那种 体验 走路上个那种感觉就这样 还有还有狗会追我们 对啊 对啊 脚都软了 我们还要闪车 我们要看狗鼓小狗 他上一走完觉得怎么样 好累喔 好累喔 我觉得今天大自然的还不错 我今天想吃饭 我们请小朋友自己带水 也请小朋友自己带便当盒 我们希望小朋友透过这样的活动 知道说环保节能减碳 我们不用这些免许餐具来爱护地球这样的行为 实际上是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被实践的 双西国小的小朋友看到奥迪国小小朋友 以步行的方式到来 全都列队欢迎 同时也相当佩服 这趟路程下来虽然都很辛苦 但却很值得 完成了他们的寻分之旅 介诚为共聊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